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过来就是想拜你为师 是吧 想多向你请教 以后来吵架这个事情还得要抵送餐 这你笑话不得 必听呢 你看秋香 我能了解她情况觉得她挺不容易的 你看我们把她视频发到网上 很多人都觉得她太可怜了 需要我们帮助 那你觉得我容易吗 你看她一岁多的时候妈妈就跑了 从来没有见过妈妈 是吧 单亲这样长大 然后呢十岁的时候呢 爸爸呢又说就一个落水儿童就牺牲了 就爷爷也相继的去世了 奶奶也相继的走了 世界上就现在唯一的亲人就是她这个儿子 你看身上掉的一块肉 你也是女人 是吧 十月怀胎不容易 你就让给她抚养了 那你知道我用不用呀 你看我现在的头发 我儿子一走一说 我还指望她养脑的 我那个时候不是这种状态的 你知道吗 我也精神比这好 头发都是黑色啊那时候 到我儿子走以后 你知道我是这么熬过来的一阵子 真的几天头发就变白了 我心情要多大 能够理解 是吧 就是啊 你看我养她 一把十把尿把她为大 我真的也难了 我不用力啊 但是我还指望她养脑啊 因为她比她地点优秀很多的 我就只能指望她 你看没想到 这好日子就过不了几天 都像她九十个烧把心 你知道吗 关于那个赔偿款的 那个时机就给二十来万 二十来万 我跟我老伴活过二十年 我一年平下来也只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 我还跟秋香要给一点 她那么年轻 她去改了家 再找个懒人过日子 拿着我儿子用命还买点钱去潇洒 你说我心里不难受吗 我想起我都就难受 你说小伙子 你想想 你会怎么样 这个钱 他也是有份的呀 毕竟他是 你的恶习呀 对不对 我不会给他 我要管我生子的 生子到时候还要上学 反正我不会给他 我想想我儿子都没来 我还跟 这点钱我还不给 想起我都愤恨 我现在要是把我的生子 给把他带走 那生子我还看得到吗 那生子还是我们家的吗 他的改名改姓 我们都不清楚的 那我们家唯一的血脉呀 他说了不会改的 这个我不会相信的 我都难得相信这些 直到我身边 到我手边 我看着 我就觉得放心 阿姨 你这小儿子 听说也怀孕了 是吧 那小儿子 我觉得生儿还是生育的 因为小儿子 现在都放开二胎了 生到儿子为止嘛 那也不能这么说 你生儿子 养都养不起了 别生了五六个 还是女儿怎么办 那我不能把我生子给他 我反正我要管这些生子 这是我们家的香果 那不能带那香果 我不会给他的 我不给 阿姨 就是我给你聊聊这个抚养权 你说有没有别的方法能够解决呢 你在心目当中有没有想过 哎呀没想没想 我想都不想他 你看他 他那么年轻是吧 他随便找个人 他要生几个 可以生几个 为什么硬要跟我来 要争这个生子呢 那你 你还是劝他去吧 放弃他这个权 你不要跟我再争了 我真的不会给他的 他现在也还是你的儿媳嘛 对不对 哎呀 这事你就别提了 什么我家儿媳 你是不知道啊 那隔壁那个三姑家 还有救那个二狗啊 他来了我们家 提了两次心 就是腿有点问题 40多点点税 别人调学很好啊 还给八万块钱的彩礼啊 我觉得 你就能嫁过去也可以了 不处吃不处穿的 怎么不好 他不愿意 不愿意的话 他没有电梁 我就跟他做这个举了 我做婆婆的事吧 他并没有把我当婆婆 一点都不听 我说 算了算了 你不要讲了 走走走走走 你走你走你走 我不想提这个事 还有提前我就有点烦 你走你走你走 回家的事 你会再给人来的啊 是邱香和小叔子 明天如果说你想帮邱香 要回他儿子扑上去的话 带两瓶好烟 然后就到这里找我 走了吗 我走过了窗 醒了灯 闭了眼 什么症 走掉 看不见 听不着 想不成 摸不到 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 一直 共一 可不出